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吃了这个Omni葡萄籽的一个改变 就是看到它的效果 之前呢,就是我一向来,已经好多年 我有这个眼睛,就是肆虑的问题 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久不久呢,我会发现到有一根针 然后,就会刺进我的眼睛 好像感觉到就剩一根针 刺进我的眼球里面 然后,当那个感觉来的时候 那个痛是很痛的 痛到你一直在叼眼泪 很痛很痛苦,然后一直要流眼泪 很久过后,那个痛才慢慢消失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困扰我的 但是,后来,我吃了这个葡萄籽 其实是我没有发现这个改参 是有一天,我已经吃了一个多月 然后,有我的大儿子呢 因为我们现在缠家人的感觉 我大儿子呢,他也是在吃 他就问我,他讲 妈咪,你的眼睛好了没有? 我讲什么东西? 他讲,那个眼睛就是被针刺的那个感觉 他讲,哦,是哦? 你没有讲,我都忘记了,我有这个问题 他讲,因为我的大儿子也是跟我一样 他也是有这个问题 也就是被针刺了,不过那种痛的感觉 后来,我讲,是哦? 我讲,对了,对了,我没有 这个感觉已经好掉了 他讲,是,他的已经完全好了 所以,我就心里想说,哇 原来,这个葡萄籽的好处是这样的好 所以,我就想到,OK 可能我在我的身边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如果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们,你们刚好你们的身边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吗? 你们不妨试一下这个葡萄籽 因为,这个Omni葡萄籽呢 很纯的,而且它的那个抗氧化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我觉得,当我吃了这个葡萄籽过后 其实,我感觉到我的精神好很多 以前,我也是很感觉很累的 很容易累,匹配 因为脸颈已经大了,所以很容易匹配 但是,吃了这个葡萄籽过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感觉轻松 很轻松 所以,我是很大力的推荐给大家 这个葡萄籽,你们不妨来试一下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对于 比如说,伤口方面 它能够帮得到 它能够复合得很快 因为,我先生,他本身 他的皮肤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很怕他受伤 他如果有擦脱皮,或者是擦伤 我每次要跟他洗伤口 就是,他很久很久才会好 甚至有一次,一个月才真的是好掉 那么,现在,我当他那天 再重新一次这边受伤的时候 他整个皮肤活掉的时候 我就,其实开始的时候 我还照用老样子的那种方式 跟他洗伤口 可是,发现到没有改变 后来,我就问了叶姨 因为他介绍我这个葡萄籽 我就问他 之前,你好像有提过这个葡萄籽 可以帮助伤口运盒 我是不是可以给他试试看 他说是 后来,我第二次给他洗伤口的时候 我就撒一些葡萄籽的粉 在他的伤口上面 然后,第二天,第二次我再跟他 重复在洗的时候 把那个葡萄拿开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咦 开始在旁边就结痂了 我开始就有很大的信心了 后来,我在重复跟他洗的时候 就再撒多一次粉 然后,第三次我在看他的伤口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完全的结痂 没有在流那些水的东西 所以,现在他的伤口 其实过了那次之后 他的结痂都慢慢一来一来后 所以,现在就是等于说 我们只是等他的皮脱 他完全是不用在任何大方做的那种洗伤口的方式 就是,只是轻微的用水洗一下 盖上纱布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天然的洗伤口的方式 就是给他伤口愈合的一个方式 不需要再看医生 其实真的不用看医生的 真的不用看医生 也不需要吃糖神素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是,好像是个糖神素的 所以,一起棒哦